他阻止我 他说他车就到了 我现在报了警 他人肉霸位怎么办 人车抢位先到先得 最近我们收到很多观众报料 说遇上人肉霸车位 不但人不肯走 还对车主恶言相向 由观众提供的片段所见 在油麻地东方街 一个白衣女子站在车位正中间 见车主要泊车 就立刻上前理论 我站在这里 如果我不闪开你就再过来 可以人肉霸位吗 你说不可以我犯法 那你就报警 可以 那你就通常报 女人可能觉得霸位无望 立刻粗口连发离开 王先生虽然成功泊车 但也不敢离开 我最终在这个位置 但我不敢走开 我不知道他会否回来 是我的车 我都站在这里 等我朋友回来 以前也没有 以前就是 你站在这里 你站在这里 有车到 他那些人都会 自动自觉都会走 现在是不会走 还要骂你回头 那你公众地方 你没有可能是 你站在这里 我就说我到了 那你不如放一张床 在这里睡觉 真的没有旺观 同样的事都在北角渣华道发生 今次霸位者 还叫车主直接撞过来 大家真的可以车的 讲道理 不可以人肉霸位 我不是打人 我只是要拍位 我看到刚刚有车走 我駕上前 然后有个男人在那儿 站在一个位置 叫我不要拍这个位置 去另一个位置 我就跟他说 不要人肉霸位 然后他在那儿大吵大闹 我就报警 他就说报 然后叫我遇到他 你手膽就洗蝎了 然后说粗口 而且也很大声 当时令到对面那些街 那些街坊都出来看 警察来到都说没什么做到 因为他们走了 真的没有他们的事 另一边在上水新城路 同样上演人肉霸车位 还出动老润家 片段所见 前一辆车刚刚离开 阿伯马上闪现霸位 阿伯不肯走 车主唯有放弃认输 人肉霸位现象越来越多 又犯不犯法呢 其实有犯法的 有两条法例 我们会值得考虑的 轻质就是 违反了道路交通条例 里面的作为行人 如果你使用一条道路 你是危害到你自己的安全 又或者危害到他人的安全 其实会犯法的 最高刑罚会罚款2000元 这个就是较轻的罪行 严重点的罪行就是 违反了简易程序自罪条例 里面的第4A条 这条正式的名字 就叫做公众地方造成妨外罪 俗称叫做阻障罪 任何人如果是放一些物件 或者他站在那里 因为站在那里都是一种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 最高刑罚会罚款5000元 或者入育三个月